帶你上到山下火海 3U2來 一起闖火一起崩壞 一起喝彩 別怪我太不知靠感 那是我們的比賽 每天都有未知的精彩 Fighting! Keep fighting! 木耀四團隊報集體離職 兩製作人昆達回應了 閉手準備好了 我出血很快的 不壓招拚一擊血都出來 非常容易 沒有人踢血淨機在用亞洲跟進行 就在那邊鬧 他們今天到底要拍什麼 一日火照 但邰哥現在是適不適合 然後去燒了 無厘頭的開場 熟悉的扇子聲 以一日系列爆紅的頻道 木耀四超玩 被爆幕後團隊集體離職 木耀粉專在週四 也發布直播暫停的公告 怎麼可能啊可能 讓粉絲錯愕不已 紛紛揣測經營9年 又擁有234萬訂閱的頻道之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一切都是陳百祥的設計 我覺得 他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我們失散了25年的功力 那是我爸爸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神四港星 所以取和陳百祥同名的製作人 在13號出來回應啦 陳百祥在IG發布一張全黑圖 證實日前製作團隊都離開公司 因為公司進行重組 有人被裁員或是離職 即便公司為留陳百祥 根據多方考量 他決定跟著原團隊共進退 日後節目主要是由老闆 Eric 領軍製作 時代改變了 世界也改變了 我現在都沒有 以去日本遊學為由 離開幕後團隊的阿良 在IG發文表示 已經離開幕藥兩三週了 現在開始是一個人奮鬥了 最後hashtag幕藥 還有很多拍完的還沒播 只是現在變觀眾的身份了 台北你們好嗎 我多想跳上車子 看傷心的太美 都跟你說了放手 從今以後 不再讓你欺負我 都跟你說了放手 我不要再聽你的藉口 都跟你說了放手的昆達 針對團隊爆出集體離職事件 經紀人也回應了 透露昆達近期都照常錄影 而自己對於團隊人員氣氛 表示沒跟去現場毫不知情 這次風波在網上掀起激烈論戰 一派是力挺木藥 加油木藥 正面看待這一切 會有新風貌的 新的面貌 希望有不同的節目 帶給觀眾歡樂 另一派則是覺得 木藥影片和以前相比變了味 當初吸引我們的是 行行出狀元的辛苦 一開始的拍攝成本不高 但依舊是經典 覺得深入各行各業有點走位 沒有剛開始的爭執 一些包袱開始出現 每天都有未知的精彩 有我與你同在 Come on Hey Home Everybody Hey Home OneOneOne 但是你罵我我都會收集 起告囉 哈哈哈哈 O 我超過了 fellowship 我超過了 我超過了 很短短短地的